世界经济论坛 针对全球121个经济体 在贸易投资环境上进行排名 前两名分别是新加坡和香港 不过台湾却从去年第21 退到今年第25名 而从当中指标来看 台湾在市场准入上分数最低 两岸的相关的这个环境上 是比较严格的 那现在目前已经朝这个 双方的方向进行 报告中也指出 各国经济活动减少 贸易保护主义有盛行的迹象 流行乐天王Michael Jackson的追思会 在今天举行 生前好友包括Steve Wander 及玛丽亚凯莉都到场演唱 小女儿泪眼说出对爸爸的思念 让全场动容 最后Michael的灵鹫 在家族成员触涌之下 送他最后一程 也让世人见识到这位天王 传奇的一生 早次后的洋洋旅行社 传出跳票385万之后 已经被勒令停业 不过有100多位 还没出国的民众 急着要退费 到底有多少钱 还没有跟其他业者结亲 董事长不愿说明 为了避免民众再受害 观光局也公布 有问题的旅行社名单 计划出游的民众 缴费钱要先辨别清楚 以免上当 台北县消保官抽查 有素食业者再出包 包括麦当劳及达美乐 都被查验出产品的 生含量超过标准的 9到11倍 而俗称批霜的 生毒性极强 为何会出现在食品当中 吃下肚对人体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台北县验出来的 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而各县市的消保官 对相同事件 是否也采取 重要的执法标准 如何消除民众的疑虑 与恐惧 是目前最需要 被解决的难题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 今天有的好好话说 刚才我们看到这条新闻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我过去过去 敬连说这个达美乐 跟麦当劳在台湾 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个所谓的知名 连锁的素食业者 他的东西里面 居然说含有俗称 批霜的这种生 当然批霜呢 其实它是三氧化二生 就是生的这样子一个 另外一个合成物 可是大家想说 生怎么可能在我们食物里面 生其实所谓的是 已经被确定 一定会致癌的 以及致癌物质 为什么在这么知名 跨国的这个连锁的素食业 麦当劳跟达美乐 现在消费 这个所谓的卫生署的 这个标准是0.1ppm 也就是百万分之0.1 可是呢 在麦当劳土城这两家店呢 一家是超过了九倍 一家是超过了十倍 至于达美乐的这间分店呢 甚至超过到十一倍以上 怎么会在我们吃的 这些东西里面 有这种致癌的物质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时候呢 在五零年代的末期的时候 所谓的台湾在西南沿海地区 就是在台南嘉义沿海地区 有很多很多乌角病的这些病患 其实他们就是因为生而得到了乌角病 那个时候呢 在台湾也非常非常严重的一条新闻 可是没料到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现在居然我们在麦当劳 还有达美乐的这个食物里面 发现了超出标准 高达十一倍的这种致癌物质 生到底问题怎么办 接下来政府又该怎么做 现在有学者呼吁说 这几家所谓的被检验出来 超出标准的这些所谓的素食业者 一定要马上给他热令停业 因为他已经严重的危害到 所谓的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但是呢这几家业者他也讲说 他自己去送审 怎么没有发现生 为什么会各说各话 今天有话说好好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食品安全怎么把关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首先我们欢迎是 长哥医院的读物科主任林杰良 林主任 主持人好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 还有下机会的秘书长 同时也是师大化学系的教授 吴嘉诚吴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先赶快来看看 到底怎么样会造成这样的事情 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在台北县 消保官去抽查 居然发现像是麦当劳 还有其他的素食业者 是高达一个礼拜才换一次油 这种回锅油造成全台的消费者 非常的恐慌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又发现了 居然在土城的这几家连锁的素食业者 有所谓的含超过 十一倍以上的致癌物质 到底怎么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则新闻 最热闹的早餐时段 餐厅里面空荡荡 店员在柜台前发呆 被检验出炸油含声 麦当劳土城店敞开大门 照样营业 但却没人敢上门 因为这间店的炸油 一再被检验出油问题 甚至含有类金属生 生为什么会出现在油里面呢 卫生署认为锅具溶出 和绿油粉出问题的可能性 相当的低 怀疑是油品本身 就已经被生污染了 因为油本身 它不会一直加热以后 再产生这些重金属 那我们是怀疑说 有可能造势 过程里造成的污染 制造过程造成的污染 医师更担心 生会被民众吃下肚 因为这次检验出 生含量超出标准值10倍之多 只要一直炸鸡的量 就可能会让民众体内的生 含量超标 油品一再出包 重创消费者信心 麦当劳上午紧急出面 搬出这一大箱的油 还拿出检验报告 准备齐全 反击自己的油 绝对安全无余 这也是经过SGS的检测过程 所以在南桥 我们的油的出厂的部分 事实上也是绝对没有问题 没有重金属的含量 麦当劳表示 会在进行调查以后 再决定要不要申请敷验 至于另外一家达梅乐 则不愿意对外说明 只表示已经把油品送交警验 我们特别说明一下 其实从今天中午开始 我们也决定要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就开始来邀请这些来宾 能上我们的节目 当然我们也很顺利地 邀请到林杰梁主任 跟小机会 以及另外一个老师等一下会过来 我们同时也邀请了麦当劳 但是麦当劳说 我们太晚邀请他们 然后他们今天从上到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节目中间 有牵涉到所谓的伤害到麦当劳权益的话 也欢迎他们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来申诉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台北县消保官 所提出来的这个检验之后 居然发现在麦当劳土城的金城殿 居然超过所谓的卫生署的标准 超过九倍以上 卫生署这个食品用油的标准呢 就是说在百万分之一呢 你顶多只能有零点一的这个标准 可是现在在麦当劳土城金城殿店 发现他的含量是高达零点九二三ppm 换句话说超过九倍以上 另外一间麦当劳同样也是在土城的中央店呢 他是高达一点零三八ppm 也就是超过标准十倍以上 至于呢达美乐永和中正店呢 他是高达一点一零五ppm 换句话说高达超出十一倍以上的 这样子一个深的含量 可是抱歉 我先请教一下林主任 大家说这就是送你 九倍 十倍 十倍 对我来讲听不太懂 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子在食物里面有生 吃下去对我们有什么伤害 事实上深是一种 确定人类的一级致癌物质 所以事实上他的量 是受到严格的控制的 WHO曾经规定 这种致癌物质 每天每公斤 每人不能超过两维克 换句话说 五十公斤人不能超过一百维克 所以事实上他所测出来的意义 就是他一cc就含有一维克 所以他一千cc也有 就含有一千维克的一个生在里面 所以事实上他可经由这些榨油 这些受到含有生 这种剧毒性生的榨油 榨过的食品 可能含有很高浓度的生 所以你吃了可能超过 WHO所规定的一个最大容许值 换句话说你致癌的风险 你得到心脏血管疾病风险 就相当的高 我可以说 如果长期吃含生的食物 我一定会致癌吗 我可以这样推论吗 因为WHO就有规定说 这个东西最高就是每公斤两维克 所以你五十公斤 你只能吃一百而已 一百维克 不是 你说的素质我听不懂 我只是说 譬如说我吃一支炸鸡 每天吃 要吃多久才会中心 这样很简单 我跟你说 你一支炸鸡 这油里面就已经是一ppm 它浸在这油里面 所以他想着可能就一ppm 你这支炸鸡三百公斤 好不好 你这支炸鸡就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我们没实在去研究 三百ppm 三百维克 比WHO 整天你最大的都是是多三倍 你得到癌症的机会 就可能比一般人多三倍 所以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什么是酸 因为说实在讲到这种化学物质 或是这些东西 大概一定很多人不了解 酸其实它就是一种金属元素 是在我们地球的这个地壳 有九十二种重要元素里面 它的含量是排第二十名 或者说第二十多的 其实在物理界很多很多酸 可是酸有分两种 一种是有机酸 可能是藏在这个鱼 虾这里面 主要可能是贝类的 然后毒性比较低 广存于海产食物里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个有机酸 可以从尿液排出 但是我们现在担心的是 这个无机酸 最恐怖的 其实无机酸 也就是俗称的P霜 P霜其实就是三氧化二酸 也就是酸的另外一种东西 然后是具有高致癌性 它会透过水跟土壤 进入食物或者是人体 可是很重要是 它不是在所谓的食物的表面